我们断造班的很多断造术都是矮人族传授的 并且我们与矮人兄弟们有着深厚的友谊 此时兄弟有难 我们断造班无法坐视不管 不行陛下已经颁旨不能援助矮人国 你想被杀头吗 索菲萨斯 这是我等个人意愿 并不代表帝国 不行就是不行 若你们知法犯法 我也会公事公办的 索菲萨斯 这下难办了 小爷 人到齐了 好 那我们立刻出发吧 有人 居然敢违抗陛下的圣旨 你们不怕被砍头吗 小爷 我们又见面了 还有我们 是我向三位老师寻求帮助的 你不是要来抓捕我们吗 今天下午 我陪陛下在御花园散步的时候 索菲萨斯 朕需要你帮个忙 所以是陛下让你领人偷偷去援助 义备 一辈 接着 这是 一只符纹 只要绑在剑柄上 星神失控时 自然会帮到你 谢谢老师 马丁 马丁 保证 我会等你回来的 为了你 我肯定会保全好自己的 马丁 你终于知道我的 你是我最好的一心朋友 这份友谊 我会一直记在心底的 是个木脑蛋 艾尔 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了呢 拜托 我们是去战场啊 你的战斗能力那么差 艾斯老师 您拿着这封信 去找我的三个师兄吧 他们会有办法帮助到雷恩的 行 你这个人情 我先欠下了 那我们出发了 各位 其实这次 我还带了一个帮手 出来吧 大家好 我是索菲萨斯大人的仆人 艾琳娜 艾琳娜的魔法 能够将她自身和接触到的物件 随意变换大小 对于我们的侦察行动 十分有力 哇 居然带了个女服 女服小姐姐好可爱啊 各位乘客 地图已经输入完毕 先已开启自动驾驶模式 出败人国喽 快 越过这个山谷 就能看到援军了 糟了 是悬崖 过不去了 小石一桩 看我的 万造树 桥有了 快走 可恶的魔族 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吗 王子殿下 快来啊 阿塔布 回去记得告诉我的父王 我 巴尔特 并没有丢他的脸 就让我光荣地战死吧 王子殿下 不要啊 老师你看 那就像是一块巨大吐司 真少人怀念的老地方 也不知道我的志友们 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但觉魔神族的魔兽正在接近 这只钢铁大鸟皮还挺厚呀 是魔神族的士兵 怎么办 怎么办 小意思 这就是产人国的火车 可恶 快看 他们没有追上来 这飞机好强啊 小意思 圈圆戒备 前方有一股强大的集结力在靠近 向眼 把后舱门打开 好 我没看错吧 居然是大名鼎鼎的 白龙团团长索菲萨斯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上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不过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山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剑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忠 就灵斗雀公的孤舞变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集市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正变钢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全家全红武功在世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纠结了 我何时才能为您抱着的话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并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